大家好,我是靖兒,又來到沿途有方榮,在我身邊是方榮師傅 大家好,又見面了 師傅,上一集開了個頭要說變性人 我想很少師傅會講這個話題 因為現代來說,同性戀、變性、性別平權 現在在社會上越來越提倡 在社會上,我想八字都要跟著現代社會去走 跟以前有些東西都已經很不同 師傅,在你的八字生涯,算命生涯裏面 你遇到多少個變性人呢? 變性人那裏真的不多,我是餘過兩個 一個是男變女,一個是女變男 他們真的不多 如果你上網去找資料的時候,通常沒有時辰 沒有時辰的來說,變化關係很重要 又不敢妄斷這些 這些我有時辰的,我只會這樣說 如果就算你天生,你是男性的 你變性了女性的 那是不是真的大運需要走回陽男陰女順牌 陰男陰女順牌,是否需要呢? 那我就叫我個人見解 理論上,你天生的本質就是男性的 你就要跟回陽男陰女順牌 我覺得來講,不會因為你走去後天改變做變性 你這個大運要變回陰女順牌 那我就覺得這個好像似乎不是 因為這樣說,你都很老實 因為手頭上這些資料不多 所以這些是我自己去想的 就不是實在的 那逢是那些變性人 或者同性戀的命 那他們本身那個八字 那些夫妻公 全部都是不理想的 那甚至乎牽涉到女性來說 那些兒女公,男女都是 那些兒女公,根本就不會理想的 那你本身,你同性 或者你傾向那方面的 你怎麼會有兒女呢? 你都沒有辦法的 因為陰陽就知道的 那你有陰陽,你才衍生萬物的 你陰同陰陽同樣是不會的 我們叫做,在這些下 那變了來說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古人他不留下這些經驗 那些口缺 我覺得他覺得這類 就是小類的人 那你想吧,想深一層的時候 如果這個世界的 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 就不用搞什麼 自自然,人類滅絕的了 自自然這些,對不對? 所以,所以變了來講 就是說 在我們算命學術研究那裡來講 我只有這樣講 上一集都講過的了 通常我們經驗 見到男命觀煞 重的陰性不夠力 通常他會 性取向天生的 就有少少傾向了女性那邊 壓力大,我覺得這樣 就是這樣講 有些師傅就說 七殺的那些男人 性慾特別強 或者什麼 但是經驗所得 你同性戀者的那些 天生的那些 做女性的那些男性 都是這種界局而已 所以算命是難的 算命 他來到的時候 你見到那個人 你做好一點 有些不見到那個人 就拿個巴子來 你真的不知道他同性 你算一大餐死 你應該就說 師傅很生氣 你真是勸得口罷 真的 所以有些人去考你 真的這個世界有些人 我們會覺得 在這方面 所以 從學術研究那裡來講 我只是這樣講 變性人 本身你跟回他的大運 就不應該改變 那師傅 你曾經手上 那兩個變性的八字 究竟他裡面 有什麼共通之處 有的 因為我剛才上一集都講過 古人說 蛇有兩頭 魚有相同 那他說 兩頭蛇 兩頭蛇 其實如果拆開一個謎面 我只是告訴你 你這個八字 字二字多 字 字 字就是蛇 這個八字 地支有兩條蛇 三條蛇 那你就已經中了這件事了 已經有些機會 你的勝取向有別了 這個真是秘密 那 魚有相同 就是說這個八字有兩個蛇 或者三個蛇 那 也都可能你的勝取向 都有少少癡熊同體 明白 明白嗎 那就是很簡陋 有時候我們會見到 有些八字 真的有這些 三個字 三個害字 我們都看到 但是我們又觀察到他 就好像很正常 那樣 但是私生活 別人不會告訴我 的 就算我跟他說 你喜歡搞機的 他都不回應 老實說 你說他同性戀 對異性戀 對同性戀 有興趣 或者他不會搏你 你說明的 你搞機的 你天生 那別人未必會認同你的 這些情形 所以變了 大家有興趣研究 那些 就留意一下多些 這一類的八字 其實他都很廣泛的 你在七正四魚 那裡有些口訣 他都說了 其實七正四魚 不是八字的前心 就是跟大家說一聲 那他都有口訣留下 那他說 雙生自多 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的八字 智自多 害自多 你都有機會是媽生兄弟 嗯 明白 這些數來講 所以 你變了 他有這樣的說法 你就要很小心去 如果是媽生那些 我們都遇到很多 就不一定要有兩 就是自多害多 才是媽生的 現在這個年代 就不會什麼的 那 又講多一點點 其實呢 古人就已經在 媽生兄弟分貴戰 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 那些 神滅經 是吧 那裡已經在講這些 他說 逢是媽生那些 就分陰陽 陽 陽日就是輕盛 陰日就是大而強 那 在我們人生 見得到的 很多的例子 都是這樣 就是 你說媽生那些 所謂陰陽 出生那天 就是陰陽 出生那天 天亮 陽 那天就是陽 還好 但是淡 就是陰陽 出生那邊 就有個好 會有一點 那我們經驗來講 很多那些 那 譬如這麼說 大家媽生出來的時候 你是 譬如這麼說 陽日就是輕盛 那陽日就是 那哥哥的那些 事業後 真的會比弟弟 那原來呢 又是很有趣的 那麼 這些真是經驗來的 是 那麼當時 很多 媽生 那些姊妹不是龍鳳胎 龍鳳胎那些因為生出來已經命婚陰陽 男運就順排女運,女運就逆排 大運不同了,人生的命運自然有差別 你孖三仔、孖三女,大家的運都是這樣排下去的 外面有些師傅還要將時辰推後一個 或者推前一個,那些確施確法 我沒有說是對還是不對,這些東西 這些正所謂理信就可以了 人家就告訴你,陽日輕盛的 如果是陽光來的,這個一定是厲害的 陰日的帝強,陰日出色的帝強 在我們經驗來說,有時候孖三一齊出來都很好 我是說一卵雙胎分裂雙胎 現在人工受孕的那些生出來,兩個樣子就完全不同 因為人工受孕是二卵二胎來的 是有些不同的,我們的樣子都不同了 在那種情形來講,有一些 譬如這麼說,姐姐結婚,妹妹結不了婚 妹妹的事業會比姐姐厲害的 是,是,是,是 那很多年前,我們住在我家對面的家人生了孖子 我們從小看到她大 那到了十六歲的時候,一個就不讀書 一個就不讀書,出去賺錢 就賺錢,一個就繼續讀書 那當然讀書的將來會好些 我們要做,就很奇怪的 那我們就說出去賺錢的那個,就認識不到女生 大家都十六歲 讀書的那些學校認識到女生拍拖 都是叫做財 一個就是賺真財 一個就是認識女生的那個財 大家都行財運的 那你說命運是不是一樣呢? 如果從嚴格來說,這個賺錢的,實質賺錢的 是吧? 但是懂算命的那個就告訴你 財為錢的女人 那大家同時,媽媽走財運的時候 一個就出去做事,賺真銀,賺錢 一個在學校認識到女生拍拖 是吧? 奇不奇怪? 懂算命的那些就覺得,都對的 不懂算命的那些就覺得,媽媽 你兩個一起出去做事的 有時候他們不是內行,他們不知道 還要看手掌文 是呀,手掌文也不會一樣的 是呀,手掌文也不會一樣的 不會一樣的 這些 所以有時候,你說是否要把事臣推上推後呢 那見仁見智吧 這些方面 只不過就是,有時候上一次 有一宗上過報紙的 是媽女來的 那一出生之後 那一天就說過,姐姐有事 那要做大手術呀 那要登報紙,找人家捐肝呀 不知道捐什麼鬼呀,那些什麼的 那問我怎樣的 那我就告訴你呢,就是 以命論命就不死的 以命論命呀 不過呢,你這麼小時候 已經做這麼大手術呢 那我說,就是 講人生將來的成就 已經沒得講了 一定是,一定是那妹妹好 那姐姐健康那隻沒事的 那後來真的,手掌成功了 又好心人 那手掌成功了之後 那但是呢,小朋友成長了 現在兩三歲了 真是小了整個馬的 就是正常那個呢 快高長大,正正常長的 那個小小粒粒,還有貓仔 那有時候,就是 這些是我們前人古人的經驗 所以,看書一個好 就是說呢,你走少了冤枉的路 如果是你自己不斷去摸索 去摸索的時候呢 那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才摸到那條路 是啦 是啦 我幫到大家啦 好,謝謝師傅今天解答我的疑問 好,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